中文字幕 李宗盛 年紀大了 走很多路都要用副字 買就會跌 副手電台跌下來一次 還有在提子地鐵站 多到跌下來兩次 第二次跌下來 做子女一定擔心 覺得很大壓力 其實最擔心的我想是 如果她真的有什麼事 我們沒有人馬上知道可以幫到她 其實她說不出話 之後 我知道她會流眼淚 在病場上流眼淚 只可以吃一些熱體流漬的東西 那時候也很難過 我一邊餵她一邊哭 當中其實 其實女人家在醫院的時候都很難過 她自己身體和生理都會有很大的苦力 所以她也很難過 如果跌倒本身 她會引致到病大症 就是損傷 例如一些軟組織的損傷 例如乳傷、拆傷 另外骨折 通常如果一個長者跌倒 她有大腿骨 或者是手臂骨 或者是手腕 或者是辣骨 都會容易會骨折 因為長者 本身很容易會有骨質疏鬆 如果有骨質疏鬆 就會增加骨折的風險 另外如果她撞傷頭 就會引致到腦出血 如果嚴重的話 就會引致死亡 剛剛那個地皮乾 我就心急 我的人心急 有升降機 就走快了 一叉 這樣就滑到 一滑到馬上斷骨 手斷 我自己很聰明 拔直 麻煩 扭的手筋也扭不到 沒力 簡直是扭不到 沒力 拿少許東西都不行 我的手舉高也舉不到 這樣嗎 完全不行 通過自己做運動幫助 以前我的手禮不住 確實是 禮不住 我的手好像舉得回 穿衣服我也是麻煩 沒有老公在哪裏 我洗不洗衣服 脫衣服也很麻煩 唉 洗澡而已 不能談 真的 我們一般15分鐘的快速測試 其實都是抽取一般我們是長者科裏面做的一些機力 或者是反應 平衡力的一些測試 當然不是整份抽了 但是一個最核心的一個評估的項目 我們抽了出來 我們做機力的測試 主要就是看看它的下肢 因為我們走路各樣東西 我們都很依賴下肢的機力 我們測試下肢機力夠不夠 另外就是考慮 反應 反應就是當你失平行的時候 或者當你知道自己會跌的時候 你有沒有能力去做一些很急速的反應 去扭轉這個局勢 第三就是那個平衡力的測試 其實我們一走一又坐到起床 我們就需要平衡力 一路一路走的過程都需要 平衡力差就很直接代表一個 跌倒的風險是會高的 所以在這個screen裡面 就screen了這一堆高危的長者出來 然後治療師就會上門 做一個單對單的一個評估 另外就是會單對單去看回家居環境 究竟有沒有隱藏著一些 什麼小的意外的危機 究竟那個家居的擺設 是否適合 或者是那些高危的地方 一般就是睡房和廁所 究竟它有沒有一些輔助的工具 可以令到它減低 做這些動作時候的一個風險 那就是有需要的 我們可能會幫它申請安裝一些扶手 可以在家裏面不同位置 但最常見就是浴室廁所 這個扶手可以幫你 我可以過來這裡 我可以這樣用 不用扶住這裡 可以用到這裡 這個可以有時候用得 如果用魚醋之後就可以這樣用 我當我這枝 有時候不用這樣刮 刮到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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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我們就是會做完這個評估之後 會針對它的活動能力 又會給它一些意見 譬如做哪些運動 教它行上的時候 它自己做哪些運動 在那邊的情況 主要是下肢的肌肉 這個動作連了之後 就可以幫到它起床 剛才做過測試 就是坐下起床 它會改善了 物理治療對那些長者 有什麼正面的影響呢 最主要就是 當那些長者 通過了那些訓練之後 它自己的活動能力增加了 肌肉的力量好 再加上它在社區上面 可以自由地走動 這樣長者其實最需要 就是一些自主性 所以如果長者在社區裡面 自由活動 它人就會開心些 它人開心些 也會對它那個心理上 也有一個正面的影響 職業治療對長者的正面影響 有以下幾種 我們主要是 即是奉行居家安老 那怎樣做到居家安老 就是它們可以獨立照顧 也都維護到它的尊嚴 也都可以減少他們 即是對家人的 父女或者內疚感 從而令我們都突然到 預防的價值 以上種種就是我們 職業治療服務 對長者的一些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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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長者的正面影響 對長者的一位 在你的非洲 對長者的一位